今天特别特别的紧张 OK 等一下我再讲一下紧张的原因 因为虽然这个不是我第一次上台介绍产品了 那么首先呢 我像我们新加坡的Wendy经理 还有各位领袖 还有呢 各位伙伴们 还有在场外的义工们 他们七点就到达了现场为大家服务 还有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 大家早上好 好 那么下面呢 我就讲一讲 因为有一些新朋友 他们不知道 那我在大家的心目中呢 就是一个会做饭的妈妈 对不对 所以每次我一上台的时候呢 不是钢锅 就是海苔 所以呢 我接到公司的电话的时候 他们说你上台讲产品 那个时候呢 我说嗯 好的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做的 那下一句 我正在喝水 他差点就说 你讲 我就说 哎 讲什么产品 他就说四箭套还有The Fame 我水杯差点掉在地上 我说天哪 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再次确认一下 是什么 他说四箭套和The Fame 然后我说 好的 其实我真的想拒绝 可是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觉得我们爱多美人 真的就是要接受挑战 是不是 所以呢 当时我就 好好地去做功课 那我做的是什么功课呢 就是更加用心地 用这个四箭套和The Fame 有没有改变 有哈 OK 然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真的会总结了一些心得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 不能跟几位专业的美妆师 或者美容师来比 我是一个专业的消费者的角度 来分享我对产品的体验 我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今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 我起床后就接到了 我的伙伴的善意的提醒 他说 老师记得化妆 不然Wendy经理就看到你来了 就把四箭套撤下去换钢锅了 就好大的压力 赶快把口红涂起来 然后呢 今天我也穿了一件 比较艳丽的衣服 大家可能很少看到我穿这样的颜色 很多人问我 老师你今天是结婚吗 OK 可是我坐在下面的心情 真的是让我想起了结婚的时候 又期待 又兴奋 又紧张 所以呢 走上台看到这么多亲切的面孔 跟善良美丽的笑容呢 我又放松了 那今天呢 谢谢大家 OK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希望等一下我真的断片的时候 想不起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给我一个掌声好吗 谢谢 好 那今天我先讲一下我们的四件套 请问有没有人没有使用四件套的 还有好 OK 还敢举手吗 OK 好 只有一位举手了 那么 请你今天听了我的讲解 一定要去用四件套 为什么 就是你的皮肤不清洁 你的保养品吸收不到 那么四件套当中呢 第一个是什么 卸妆乳 深层 洁面乳 对不对 也叫深层 所以讲到深层呢 我们就明白说 它是可以深入到我们的毛孔里面 清洁出里面的一些老旧的一些皮脂啊等等 好 那么代谢掉的角质 那么卸妆乳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成分呢 它除了这个卸妆之外 它居然还有额外的福利送给我们 它可以维持皮肤的弹性 还有保持它的自然光泽 居然还有保湿的效果 这些都是跟它内部富含的这些天然的成分有关系 是不是 它的这个保持弹性的部分 我们可以放大来看一下 它有人声 我们听到这个人声 哇 这个是好像很高级 确实很高级 对不对 那么它呢 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可以拥有一个又清洁又有弹性的 不会过度 因为有很多人跟你说 不要一直卸妆 它会好像让你的皮肤老化的更快 那是因为呢 它们的卸妆的产品里面 不是像我们这样富含这么多的天然成分 那今天呢 我除了要讲这些成分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是不是 我们的网站也有相关的资料 我今天来讲的反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小感想 就是呢 你们觉得我们应不应该按摩皮肤 应该 很多人说应该 对啊 我们的脚底按摩 肩膀按摩 但我们的皮肤也需要被按摩 是不是 那所以是不是有的人会买那个 一直滚脸 对不对 各种材质的 对吗 但是其实 我们不应该过度按摩我们的皮肤 如果你今天要按摩皮肤 请你好好的利用我们的这个新层的卸妆乳 它是可以当做按摩膏来使用的 好 那么我们讲 为什么不要去按摩皮肤 有的人跟你说 往上推就是可以对抗地心引力 对吗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回忆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 学过的这个计算引力的这个公式 那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脸 我们的身体所受的地心引力呢 就包含这样的一个公式 对吗 这是你们上学有学过吗 OK 没有啊 赶快重新再去学习 那这里面有三个是不能改变的 它是固定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地球的质量它不可变吗 是不是 那么这个常数也不可变 你跟地球的距离也不能变 除非你已经骄傲地飘到天上去了 对吗 你可能少受一点引力 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质量 那个重量 对不对 那我们 对吧 我刚才讲的 那么我们老了 我们的脸其实会瘦的 是不是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少受一点地心引力呢 怎么我们的脸还往下垂呢 所以说证明这个往上推 对抗地心引力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按摩皮肤到底是应该 这样按还是这样按 往下拉还是往上推 往上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 我不能用我的脸 明明我知道那个不对 所以我们用一个弹簧来看一下好吗 那个弹簧的那个录像 OK 大家看到葱用饼 我还是离不开吃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段录像 那这段录像呢 我们就拉扯这个弹簧 你们会看到 无论我向上拉 还是向下拉 对于弹簧的拉伸力 还有弹簧本身的 这种拉扯的力 它最后导致它松开 都是没有区别的 都是没有区别的 好 你看到了吗 能理解吗 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如果这个不可以理解的话呢 我们就来再看一下我的葱油饼 好吗 OK 好 因为我名字要是错吗 所以我也不能够拿现场的帅哥美女来做这个表演的 也不能拿我的脸来拉扯 所以我们就来一张葱油饼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拿这个葱点 然后当做A跟B两个点 那我们看左边这个 我们用手去推它 那么你看到 我们就会把那个葱B点推到A点去了 所以其实过度的按摩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的松弛 好 那么我们看这边我们放一点油 然后我们还是用去用这个 我并没有没有用力 你等一下看到盘子在动 我的用力可能比左边还要用力 但是呢它的葱那个点都没有从B做任何的改变 是不是 发现了吗 所以呢 讲了这么多 又是昙花又是葱油饼 你们现在已经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对 好了那就对了 OK 那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的深层洁面乳 就是这样子一个可以帮我们不要拉扯到皮肤 不要让它松弛 又能够帮我们很好的按摩 保持血液循环 保持我们皮肤的紧致度 就这么一个作用 好 所以呢 当你卸妆结束之后呢 我们把它擦干净过后 我们再取适量的多一点 多一点 好 因为你就像你需要一个戒指在中间 不要去拉扯到你的皮肤 好 那么你就去做一个按摩的动作 那我今天就不做了 时间不够 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私下里交流 好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我们回到第二个步骤 就是洁面乳 对不对 好 我今天就是注定 决定就是不走寻常路 好 卸妆讲完我讲那个洁面 那么讲 等一下 好 讲那个洁面乳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的洁面乳不是造质的洁面乳 因为如果你拿块肥皂来洗脸 越洗你的皮肤会越干燥的 那么缺水 缺水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人说我的皮肤是 你是什么肤质 他会说我是敏感性肤质 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 世界上就没有这么个敏感性肤质 肤质就是干性或者油性偏油片 干混合等等等等 但是敏感性肌肤 它不是一个肤质 它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你缺水 你的皮肤 对不对 缩水功能不够 或者是因为药物环境导致的 问题的肌肤 但它并不是一种肤质 那么我们在使用不当的洁面产品 如果导致我们的水分过分流失 连你皮肤里面的水分 都会流失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干燥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是氨基酸洗面奶 是不是 所以我们刚才在视频当中看到 哇 它打出很多丰富的泡沫 那我今天就想讲一讲说 怎么样打出丰富的泡沫 那我们第一次加一点水 然后揉一揉 然后再逐渐重复这个动作两到三次 你就会发现你的手上 哇 像奶油一样细腻 然后 对不对 这样的泡沫 有紧实的泡沫 然后把它涂抹在脸上 再去洗 那今天呢 我就专业的美容师有没有 好 OK 等一下我讲的不对 不许不许在下面讲不好 OK 那我讲的是我的感受 因为过去我的毛孔也比较大 容易产生那个白头黑头粉刺 白头粉刺经过那个长时间 在里面氧化就变成黑头粉刺 对不对 毛孔比较大 那么我就发现这样的洗脸方法 两步洗脸法 用我们的洁面乳会洗出不一样的春天 那么第一步就是按照常规的你去洗 从你的T字去开始轻轻揉 然后两颊到全脸到脖子 到你觉得可要裸露出来 见到太阳的皮肤 你都可以洗的 有时候我还拿它来洗澡的 OK 因为12块真的是超值 OK 所以呢 我们洗过第一遍之后呢 清水拿掉 这个时候我们大概是一个小花生米的大小 第一遍 那第二次呢 我们就一个绿豆大小就好了 不用太多 或者是黄豆好不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打出泡沫 尤其是你的T字区 你这一次在洗不是轻柔 而是轻暗 很轻哦 很轻暗 尤其是你在鼻子这个部分 有毛孔比较粗 黑头白头比较多的部分 你轻暗 你坚持看看 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那么如果你今天是干性皮肤 你的皮肤非常细腻 毛孔很小 一步就够了 不要第二步 好 我这个讲的是 那么我们在这个洗脸的整个过程 如果你是 不管你是两步还是一步 都在一分钟之内结束 不要时间太久 如果你是刚才用毛孔描粗 想一个 好像收敛毛孔 或者去这个黑头白头 那么你就是在第一步三十秒 第二步在三十秒之内完成 总长是一分钟 好 如果你是一步洗脸法 你轻柔 也在一分钟之内完成 我们不希望皮肤被过度的清洁 不希望它被过度的清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洁面乳 讲到现在还可以吗 能名 还可以是不是 好 谢谢 谢谢 OK 好 现在就没那么紧张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洁面乳 那么我们 既然我们是专业的消费者 那我们就来讲一点专业的东西 很多 我们的老师都在介绍这个的时候 我们的网站也有讲 我们的去角之凝胶里面含有 黑柳树皮萃取物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要黑柳树皮萃取物呢 为什么不是白化树 为什么不是银杏树 为什么皮肤要黑柳树皮 你们有没有问过 没有 OK 要不要知道 要 谢谢 OK 好 哇 你们好捧场 谢谢 然后呢 我们这个黑柳树皮就有天然的水羊肝 也叫做水羊酸素 那么你们在使用第一次的时候 或者你推荐给你的伙伴的时候 有没有人跟你说 它有酒精的味道 真的没有吗 我觉得有 有吗 有发酵的味道 对不对 然后你就不懂怎么解释了 是不是 好 我今天跟你们讲 因为水羊肝 就是水羊酸素呢 是要在酵素这样子的作用下 它才可以转化成水羊 这个水羊酸 那水羊酸呢 是在护肤品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我等一下讲为什么 在一些清洁的产品里面 所以呢 我们这个里面就含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它是正常的 大家不用担心 水羊酸呢 水羊酸呢 它是一般的 我们去矫制 那很久之前 大家可能都用过磨砂膏 对不对 其实磨砂膏呢 通常会 用完了不是很舒服 会造成这个 我们的好像皮肤感觉到 不是那么舒服 很紧绷 或者是有点刺痛的感觉 它其实可能使用不当 是必大于利的 一般专业的美容师 说他在他那里 他可以帮你用这个磨砂膏来去死皮 他不推荐你在家里面用 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那些专业的技术 你的手 手轻手重 反而会造成伤害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还有果酸的 这个去矫制的产品 那么果酸跟水羊酸 听起来都是酸 可是它们却大不同 那果酸呢 是水溶性的 那么我们的水羊酸呢 是脂溶性的 所以呢 它可以溶解掉 我们的这个毛孔里面的 这些老旧的这些角质 这些油的东西 它可以被溶解出来 那怎么样去使用呢 我今天也是分享一些 我的小的一个心得 就是我们如果是油性皮肤 或者角质层比较厚的皮肤 我们就可以一个星期用 三四次都没有关系 那么你用两 你其中有两次呢 你可以敷起来 像我们这个平时 我们讲过的一样 几分钟过后 轻轻地去揉它 等一下我再讲具体的细节 然后呢 有两次 你吃纸可以敷 你可以敷上五分钟之后 洗掉就可以 为什么 我们就是充分地利用 水羊酸的一个 脂溶性的特性 因为你每天去 对不对 你也是觉得不要去那么频繁 这个是指毛孔比较粗大 里面的黑头粉刺 还有比较爱出油 角质层比较厚的人 你听清楚 就用三到四次 那么两次呢 我们搓 然后一两次呢 我们只是敷上 五分钟之后洗掉 那么如果我们是干性肌肤 一个星期用一次就足够了 千万不要过度地去 因为有的人的角质层 特别地薄 如果你曾经做过激光啊 或者其他一些 一些这样的一些 果酸换肤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 医美的东西 那么你可能就要注意 可能你可以采取 你的皮肤就可能 角质层已经被 这些果酸啊 什么都弄到很薄了 那么你就要注意说 我们可能涂上 五分钟之后洗掉 就干脆不要去搓揉它 它是很温和的 你放心地使用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去角质凝胶 去角质凝胶里面呢 它还有的人 有没有听说过说 比如你今天晒了 你觉得脸红红的 有点不舒服 你可以回去之后呢 用它放在冰箱里 放一下子敷上去 然后不要搓 去洗掉三五分钟过后 有没有听说过 那为什么 也是因为这个 神奇的水阳酸 因为它的这个结构呢 很像这个阿斯平林的结构 所以它有天然 它是天然的抗发炎剂 而且是天然的一个镇定剂 所以把我们敷在脸上去 帮我们那些晒伤的皮肤 或者晒得不舒服 有伤口不要用 OK 帮它去一个镇定的作用 镇定的作用 那此外呢 它还有这个保湿 保湿的和舒缓 这个舒缓也是利用到 我刚才讲的这几点 所以这个去角质凝胶呢 以前呢 我是懒 那么自从我发现 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之后呢 我真的非常勤快地使用它 那么也真的是看到了 很好的效果 那么如果你以前跟我一样懒 那么我希望你今天回去之后 真的是要勤奋一点 勤劳一点地去角质层 去角质 因为我每天要代谢出 很多的废物来的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去角质凝胶 那这个玻璃式面膜 那么现在非常流行 一个词叫什么 微脸是不是 好 对不对 有人去整形 哇 居然我听说 有人去把这个骨头取出来 怎么样弄成微脸 哇 我听到就觉得很害怕 那么一个是害怕 一个是也没钱去做这个 是不是 但是呢 有了我们的玻璃式面膜 你还真的不需要了 真的不需要了 好 那只要你勤劳一点 好 那真的是不需要 我们的玻璃式面膜呢 它也含有非常多的 这个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 是透 非常透 就是说洗完了之后 你看有没有感觉说 我们的四件套 好好的用了之后 我们会觉得皮肤 哇 好像很干净 对对对 我刚才忘了一个东西 我允许我退回去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关系到你们的奖品 对 他们给我 看到奖品我想起来了 在使用去角质凝胶的时候 有一个小口诀 不许 不许一起说 OK 好 那么有知道的吗 好 来说一下 好 所以就是三杆原则 手杆 脸杆 环境杆 好 谢谢这位伙伴 那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给你一盒这个 Hemmo Him 因为我们的Hemmo Him 是 对 一小盒 OK 好 那么Hemmo Him 是我们爱多美的 这个是主要的一个产品 如果Hemmo Him 你真的是要保持 你的身体健康 提高免疫力 那么要抗疲劳等等 它真的非常好 我希望每一个爱多美人 都能喝下我们的Hemmo Him 所以也非常感谢 这位朋友的回答 那么呢 主要这个退回来 是要发奖品的 OK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玻璃式面膜呢 其实呢 也是要分 我们的皮肤的肤质来使用的 不是说所有的人 都是一样的使用方法 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一样的使用方法 如果呢 你今天是比较油性 比较油性 然后呢 毛孔比较粗 那么我们呢 就是可以呢 我们洗完脸 洗干净过后 我们用完了 去角质凝胶 就是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玻璃式面膜 其实我们说啊 有的这两个不要一起用 但如果什么时候不要一起用 你的皮肤属于干性 皮肤质的 你的这个角质层很薄 这个时候你不要一起用 你今天用了去角质凝胶 你就暂时不要用我们的这个玻璃式面膜 我们还有另外三款每日面膜 真的是非常好 还有七重面膜 你都可以轮流去使用 那么你今天呢 如果是没有去角质 这是干性肌肤啊 角质层比较薄的肌肤 你就用玻璃式面膜 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五件套啊 你整个护理做完了之后 把这个面膜敷上去 那么这个面膜呢 如果说是比较油性爱 这个好像比较爱出油的这个皮肤 那我可以建议说 你们可以拍了爽肤水 稍微吸收一下 就涂稍微薄一点 那么干了之后呢 你由下到上把它轻轻地拿开 你看我讲这个的时候是拿开 我没有讲撕开 是不是 有的人说我们是撕拉面膜 我一听我撕拉两个字 我就有点不舒服 如果你跟别人说 我们这个是撕拉面膜 很多人就说不要不要 我不要撕拉 对不对 感觉那个皮肤要被拉起来了 所以请你说 我们是玻璃式面膜 哇 你就想到剥鸡蛋 剥开那个蛋壳 里面是白白嫩嫩滑滑的 哇这个脸想多么好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面膜是什么面膜 OK 所以今天走出这个会场的人 再也不要讲我们这个是撕拉式面膜 OK 好 那么 所以我们也不是从脸上撕下来 我们是轻轻地从下到上拿下来 它不会撕拉我们的皮肤 我们这个面膜呢 也是非常天然的成分 你用过干了之后 你把它放去清水里面 稍微泡一泡呢 它就会完全溶解在水里面 像牛奶一样 但是千万不要喝 我们只是用它来证明 它真的是成分非常的天然 好 那么 这个呢 我们如果是平时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每天使用 那我们的 可以跟我们的每日面膜和七重面膜混搭 你要每天敷面膜都没问题 那么你跟它搭配起来 油性肌肤呢 一个星期呢 可以做三到四次的这个面膜都没问题 干性肌肤做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几天 我建议你可以用舒缓 还有我们的提拉 还有我们的美白补水的每日面膜 在七重面膜就差不多了 好 所以跟我们其他的产品呢 好好的搭配一下 好 那么 听到这里 是不是感觉到 今天真的要好好的开始使用我们的四件套了 对吗 还没有使用的朋友 哇 听到这么多高大上的成分 这么多好的功能 是不是感觉到 这个一定很贵 对吗 昨天我们的伙伴分享给一个人 马来的同胞 那他老公呢 就说 哎呀 谢谢你 谢谢你把爱多美介绍给我太太 这个是真的 在我们中心 然后我们就说 怎么这么客气 他说 我太太以前买一只洗脸的就两百多块呀 你这一套才四百多块 我们买了这么一大堆产品才花了 四十七块 价值 价钱四十七 价值四百多 OK 好 他说 这个产品太好了 而且他买了一堆产品才花了 没有多少钱 这就是爱多美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所以这一套产品 四件才 四十七块 还有积分 还有一万的积分 如果你要单件买 也没有问题 通常根据我们的经验 这一套里面用的最快的是哪一只 OK 对了 答得很好 没有奖品 OK 因为还有一盒 等一下我还要问问题 OK 那么这个用的最快的会是玻璃式面膜 对于油性肌肤的朋友来说 对于干性肌肤的朋友来说 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了 那么第二块的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卸妆乳 刚才我讲了 每个星期拿它做一次按摩膏 那你就会用的比较快 那么但是平均下来也是可以用还蛮久的 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 高到我有点感动了 OK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的fame OK 这个真的有点紧张 因为这里面的成分太多了 太好了 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尽力吧 如果我讲的不好 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我们产品 在网上的介绍 公司非常的贴心 在我们的爱多美网站有CHR ChinoAtomy 我们都会有非常多的产品资讯 包括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让大家在现场录影 公司已经请了专业的录像师 这些视频都可以永久的在网站上去找到 去参考 那边还有很多产品的PPT 就包括我们的fame 如果我今天讲的不够好 你们还可以回去再看 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更了解 你会介绍的更专业 那么thefame呢 是经典六件套的一个提升 提升 那么它本身主要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亮白补水 是不是 那我今天就在这个方面 可能着重讲一下 它里面的一些成分 那首先呢 它真的是 它的设计大家喜不喜欢 很喜欢 它的设计简洁又时尚 这也是爱多美一贯的一个风格 就是简洁时尚 它因为董事长说过 如果瓶子做得很精美 很豪华 如果瓶子可以让你变美 它就会去把这个瓶子做得豪华 做得更美一点 但是呢瓶子不会 里面的内容物才重要 所以我们一贯秉持的就是一个简洁 高雅 那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设计 好 永不退时尚 所以我们这个也获得了设计奖 工业的设计奖 因为它这个造型 好 那么它就是我们的四大技术 等一下我们一一来说 这个四大技术 对于我们的护肤品产品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四大技术呢 它还有新的成分 新的这个就是技术 还无刺激 这个无刺激 不是我今天站在这里讲无刺激 我等一下会用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来证明它的无刺激 好 那么四大技术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一个原材料 好 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一次去讲公司的背景 是为什么 并不是说 哇 我们多厉害 是吧 我们要让你知道 你用的产品 虽然你花的钱不多 可是你用的是大牌专柜 甚至高过他们的品质的产品 是因为我们的护肤品来自于科马B&H 科马B&H呢 它是由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和韩国科马集团 共同在政府国会立法的情况下 成立的这样的公司 所以它有非常非常 可以讲说是高的这个技术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呢 真的是在爱多美非常幸福 因为我们呢 不用去花冤枉钱 却可以享受高贵的产品 它里面富含了多种 这个植物的这个精华 那么有了这个植物的精华呢 我们会想说 你不要乱讲了 这个里面明明是白色乳液嘛 对不对 你还搞 你讲你有这个虫草 有什么都有 对不对 还三黄蘑菇 那么是应该深色的吗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很厉害 我们有这个高纯度提取技术 提取技术 提纯的技术呢 就是可以去除掉那些 我们不想要的色素啊 等等东西 只保留出我们希望保留的那些养分 所以这个技术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是在国际上获过专利的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FreshBell技术 那我们都知道说 从干的 这个大家吃的菜都吃新鲜的 是不是 谁会去超市场买 买一些干掉的菜 或者烂的菜回来 对不对 那每次去都是要买那些新鲜的 哇 看起来就是像你招手 快吃我快吃我的菜 对不对 那么草本也是一样的 那么但是呢 由于他们的技术不能够达到 所以只能够大部分的公司 只能够从干的这些草本啊 精华里面去萃取出有效的成分 可是因为我们具有这个FreshBell的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从新鲜草本当中 萃取到我们需要的营养价值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技术 好 还有我们的含方发酵技术 其实呢 通过含方发酵利用微生物呢 这样一个有效成分 它会让它的成分呢 更加的怎么样啊 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 也可以更好的被我们皮肤吸收 被我们的皮肤吸收 所以说这个含方发酵技术 在我们爱多美的很多护肤产品当中 都有应用到 应用到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的四大技术呢 你一定要去掌握啊 好 还有我们的多重液晶胶囊技术 我听起来觉得 哎呀 好绕口 也是不知道是什么 好我现在就跟你讲一个简单的 这个技术就是指哪打哪 OK 对 指哪打哪 哪里有问题 它就去哪里 什么时间需要 它就什么时间释放 OK 所以是超级厉害的技术 所以啊 其实你就像我这样讲就可以了 其实我也是不太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它是很厉害的技术 它是一个超微粒子 超微粒子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呢 就是非常更好的 在需要的时间去释放出它这个养分啊 可以维持一整天 你有没有发现说 你用别的化妆品啊 护肤品 可能你到下午就要补妆 可是用我们的 甚至你一天都不需要补妆 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护肤品 包括化妆品当中 都有这个多重液晶胶囊的技术啊 所以它的这个技术就保持 让我们可以一整天都美美的 一整天都美美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 我其实 其实我看到这些 这些就是名词的时候 我在想说 这个是什么来的 OK 好 还有你看下面这个 好 这个又是什么来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想 这个透明质酸是什么 我真的就在那想 好 其实这个透明质酸呢 真的是天然的 在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种 天然保湿的成分 天然保湿的成分 所以呢 它会用在非常多的高档的化妆 化妆 护肤品当中 尤其是我们最经常说是什么 这个 去打波尿酸 是吧 好 就不用了 用了我们这个就不用去打波尿酸了 好 那这个透明质酸呢 它就是会让我们的皮肤呢 保持这个水分 保持水分 如果你皮肤没有水分的话 就会导致其他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保湿跟美白的 这个主要的成分 它是保持我们这个 因为它本身呢 有五百倍的这个锁水的功能 锁水的功能 所以它可以把我们的水分锁住 不会 还有把我们营养品当中 去吸收到的这个水分呢 都可以锁在我们这个皮肤当中 所以它是非常厉害 而且最厉害的它是这个天然的锁水成分 天然的锁水成分 好 它可以 它说可以拉动自身重量六千倍的这个五重透明质酸 所以其实呢 你们知道这个化妆水 它我们的化妆水 它是以绿茶为基底 是不是 它其实有一些有效的成分 它不是说一定要含量多么多 因为你看 这个多么厉害 可以拉动自己重量六千倍 一般的护肤品当中 加入百分之零点几都已经可以发挥到很高的作用了 所以这个透明质酸呢 是高档的护肤品当中呢 所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那还有这个就是神经 什么 腺胺 OK 那么这个成分 你们在什么产品当中见过 baby OK 有没有 好 给那个朋友一盒 这个 OK I want him OK 好 Rachel呢 谢谢 好 专专业的消费者 你一定会成功的 他就是在我们的宝宝三件套里面 哇 我们好高档 我们现在都变宝宝了 是不是 现在不是很流行 每天都是宝宝好 宝宝强 查的这个真的变宝宝 那神经腺癌 为什么可以出现在宝宝的护肤品当中 是因为它是一个 我们人 自己自带的 天然的成分 它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 我们出生的时候有好多 那我们老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 我们应该是40%到50%的这个皮肤细胞里面都含有这个神经腺癌 可是随着我们的衰老呢 我们这个神经腺癌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补充它 它有什么厉害呢 它 我打了一个小抄 OK 它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细胞形成脂质细胞蛋白质这样一个包裹 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表皮可以形成非常有弹性的感觉 如果说你的皮肤缺少神经腺癌呢 你就会出现干燥脱械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个情况 那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一套产品来改善 好 那么它是一个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天然的保护层 所以它有一个油分跟保湿的系统 大家通常说自己是这个干性肌肤 你觉得干性肌肤到底是缺什么 OK 说错了 干性肌肤是缺油不是缺水 所以你的皮肤无法正常分泌出油质来帮你锁住水分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爽肤水就是在补水 凡是水质比较水质的感觉就在补水 那后面我们的乳液也好 我们的营养霜是帮你去锁住这个水分的 好 并不是说我干性的肌肤我就是缺这个缺这个油 缺这个水 它其实是缺油分去锁住水分 那油性肌肤呢也不能够说 好 我是油性肌肤我什么都不用 如果你真的是像我之前是个大油田 好 也没关系 就是你开始用五件套的时候呢 我建议你呢用爽肤水 还有眼霜就可以了 用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去调整 再加入其他的锁水的部分 就是说如果你是油性肌肤 那么你就着重在补水的部分 所以你把tona啊这些产品可以用多一点点 那么如果你是干性肌肤 你要把着重点放在锁水的部分 所以lotion后面的你就可以去用它 这是我的一些个人的感受 那么另外呢 哇这个厉害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 在我们的一些产品当中都会有这个标志 是不是 那我们的这个 宁粹换腹六件套也是有这个标志 这个测试机构呢就是 怎么读derma test 是吗 好 它是来自于德国的 德国的 它本身不是一个好像通过 因为很多的测试机构 大家现在也不觉得是会相信 因为他们会跟这个厂家进行一个合作 可是它是从来不会跟厂家合作的 它不会说是好像收取你的一个什么利益 它是专门 它怎么赚钱 它是跟一些杂志啊 一些媒体进行合作的 所以它的公信力是非常强的 那么在德国 只要是人们看到有这个标志 这个是excellent是我们的英文 德国是 我试试念 叫好像叫sergott 我说是这样 因为我是听了一个男生发音 我肯定学的不对 S-E-H-R 然后G-U-T 他们有两个等级 一个是G-U-T就是好 一个就是这个excellent 那个词就是表示最好的 最高级的 它不是那么轻易拿到 它要过五关斩六 这样才可以拿到这个标志 所以人们看到这个标志 就会放心购买 都不用问它是什么 在德国 那么这个它本身不是说随便给出来的 它是由医学人员 还有这个皮肤科专家 还有一些科学人员 一起进行产品的测试 实验室的测试 之后它还要需要真人测试 20到25个人 为期四到五周 对产品进行一个真人的测试 但是呢你不用担心 因为不是所有的产品 都是可以通过这么严格的测试 有的确实会出现 比如说泛红啊 或是发痒等等 所以这25个人呢 这20到25个人 他会有一个 就是皮肤科的专家跟着你 就是说对你进行一个随时的服务 如果一旦出现了有什么问题呢 他就会停 所以是经过这样严格的 这样的一个严格的 这个怎么说呢 测试 才能够通过的这么一个测试 所以呢 今天我说实话 你跟我都不是科学家 你跟我都不是专家 你问我这个成分是什么 那个成分是什么 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一解释给你 但是我不信自己 我信专家 我信具有全世界权威的 这个皮肤测试机构的测试 所以有人在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些 然后拿出这个测试来跟对方 让他去上网搜一搜 如果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测试 那你要百分之百放心了 是不是 所以爱多美丽不厉害 我们的五件的好不好 好 给他一个掌声 谢谢 好 那么 这个测试呢 除了他测试产品本身的一个 比如说保湿度啊 滋润度啊 产品效果 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低刺激的测试 所以呢 当 它走上来的时候 我知道我该下去了 好 所以 我就迅速地说一下 我们的使用顺序就是什么 爽肤水 眼霜 精华 面霜 还有我们的营养霜 所以在这里 我祝大家 怎么样 和爱多美一起 越变 越美丽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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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